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是一個正三角形 邊長是等於18 這個小龍要做一個什麼呢? 把這題截去 做成一個底式正三角形 的一個盒子 就是底式三角形的一個三角柱的盒子 它問說 這個是被截去的四邊形 邊長是x 那麼它現在問說 紙盒的容積是fx 這容積當然是底邊 乘以高 因為截去以後就可以翻起來 翻起來的話 現在的話三個面 三個那個側面 這個側面這個側面這個側面 我就是一個那個三角形 還有那個三個側面 這樣子 這樣子 這裡的話 弄起來 我就是要三個側面 這個側面我就不要畫了 應該這樣子 像這種形狀 好 那現在呢 這個fx 要等於這個三角形 正三角形 底邊的面積 乘以高度 高度就是這個 高度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叫h 正三角形的面積 這個 等於這個 正三角形的面積 正三角形的面積 等於18-x 我假設這個邊長是x 那這樣的話 這個中間這裡 就是18-2x 正三角形的邊長是18-2x 正三角形的邊長是18-2x A平方,A是邊長 18-2x 平方這是A 乘以這個高 這個高怎麼算 我就給它切半 這是60度,所以這裡是30度 所以H是等於多少 H是等於 這邊是X Xtg30度 Xtg30度 那Tg30度是√3分之1 所以是√3分之X 乘以H,H是√3分之X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3可以消掉 有一個2可以抽出來變4 所以可以消掉 2抽出來變9 9-X 9-X的平方 那我把X對調 因為是平方 所以Fx 等於X 乘以9-X X-9 我們喜歡把X的平方 這個就是它的體積 那它要你寫出X的範圍 那X的範圍的話 X的話呢 就是從0 當X等於0的話 那就沒有高了 那沒有高的話 體積就等於0 最大多少 最大就是9 最大就是9 當X等於9的時候 這個三角的面積就等於0 那就變成了 等於是一條棍子 沒有底邊的一條棍子 所以 這個X 它是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等於的時候 代表體積等於0 就是說 這個三角柱的體積等於0 就是 容積等於0 大於等於等於 好 那現在的話呢 寫出來 那它要求容積FX的最大值 我把這個圖形稍微畫一下 這個圖形的話 就是這個容積FX 那它要通過什麼呢 通過這個X等於0 還有X等於9 不過它是從根 所以馬上翹起來 不過的話 這個X 它是介於 這個0到9之間 0到9之間 所以還是如於這個 然後它的那個極大值的話 就在這裡 極大值 那極大值 就微分一次等於0 那我現在就給它微分 微分一次 0等於0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前面為 後面不為 X-9的平方 加上前面不為 為後面 後面的話 2掉下來 2X-9 再次數 X-9 對於是微分等於1 那這樣的話 我X-9 可以抽出來 然後這個是 X-9 再加多少 2X 所以這個X-9 乘以這個 乘以這個是3 X-9 那3可以抽出來 X-9 X-3 因為斜率等於0的地方 就這裡3 還有呢 因為這裡有翹起來 這個切線斜率也等於0 不過這是極小值 極小值是0 極大值是這裡 所以它那個 X就是AH 那它的那個極大值 融機的極大值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F-9 這個3 你就要令它等於0 這X等於3 代3的時候 它有極大值 這3 乘以3-9 這66 36 36乘以3 18 108 所以最大融機 是108立方公分 好 那什麼時候它有最大值呢 當什麼 當X等於3 X就是AH X等於3的時候 它有最大值 A等於3的時候 有些重點 最大值 最大值 108立方公分 108 108